都可以聊一下剛剛看了這麼多的畫面 沒辦法選最喜歡的 但最害羞的就是那個特寫的畫面 希望大家可以在那裡支持我的靈魂 所以那幾張照片真的是你都沒認真看過的嗎 有啦 有認真看 因為他們還是希望我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我的作品 所以是嘴唇是一個重點 怎麼真的有違開 你說在特寫裡面嗎 沒有 其實這個嘴唇只是在特寫啦 在那個像後面的這幅畫也是一個重點 因為他其實這首歌在講的是溝通嘛 所以其實嘴唇在裡面是一個異想 哪一位幫你錄影片《天王》之後 讓你覺得自己驚訝你還有什麼 我每一個出現的 因為他們就是紛紛在放我 然後每一個出現的時候 哇他也有 他也有 什麼之類的 最驚嚇的可能是已經配修的二屆 連二屆都出現了 真的是來講跪下 好 慢慢的 單舉 單舉 等一下今天特別還有這個事情要跟大家說 對今天其實會辦這個展覽 主要也是因為有一首歌 然後有一首對我來講很重要 然後就是大家也很 就是我的公司也很支持 所以才用這麼特別的形式跟大家見面 就其實我們是很重視我們每一首的作品 所以也希望每一首作品可以好好可以跟大家溝通 那雖然講的是一首沒辦法跟大家溝通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聽到 然後從裡面不管跟世界還是跟自己也溝通都好 我覺得就是世界既然有混亂但也會有病 那根王還是什麼 你怎麼手肘有點太偷看他懷孔的 那沒事沒事 你先尻他兩拳 好啦 因為其實這個算是新災女才剛發行的 對 你們要越來越近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他簡直想訪問我的腮紅 但是怎麼好像大家好像未來是不是 一定要發一張自己的專輯 是不是這個計畫 有一定嗎 想啊 大家期待 嗯 作品夠多在下跳嗎 嗯 對 所以我先從這首歌曲出發 我覺得這首歌對我來講就是蠻像一歌 雖然就是出到一年多 但是你有一種重新出發的感覺 你怎麼會再過 音樂的表現方式跟心靈上面的 心靈上面的轉變都是一個還蠻特別巧妙的 一個重新出發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聽一句 靈靈看這首歌然後去體會我 我覺得不管多少人我都很害羞 可以參考一下譬如說IG上面 我跟一堆大學同學照相的時候 我其實也很害羞 我只要看到相機我就會忍不住的感覺 可能都是在別人 嗯 所以你手機裡面照聽都是 都是一些工作上面 大家傳給我的車拍照 所以你自己都比較少拍東西 我們說自拍喔 嗯 很少啦 有一陣子就是剛開始休息的時候 可能到處旅遊的時候 會比較想要停牌 因為也不好意思 大家來看 好想問你們 對啊 實事題是什麼 就是最近有人去大陸 想要去實境就是一般的族人 結果他就說去實境的時候說要跟他修費 那我們想要為他進行 這個場合 對 不好意思 對 完全沒有聽出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欸那之前不是在 我比較 就是跟不上時代的腳步 都不知道現在在幫你 你是演唱會 創意創意副人下來有沒有 那個 欸那個是七八年前的事情 沒關係 那你接下來 不是就是你們記錄下來 不是我 不是你們嗎 那接下來因為這個演唱會 這個禮拜六也是有演唱會 是你在六 喔不久了 不久了 對 多期待看到你 我最近都只記得兩天 突然要發生的事情 你那個後天就超過兩天 那今天那個展演到什麼時候 你今天那個展演到9號 到9號 這我還記得 對 今天晚上的那個 六點半開始 大家就可以來看 但這個地方 每天都只開到八點 所以今天只有一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那 欸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明天呢 就是從中午12點開始 一到9號的晚上八點 對 好